我今天的心情非常兴奋 因为来到我身边的这一台488 Pista 它是458 Speciale的正统后继车 这台车简单讲就是现在488车系的轻量战斗化版本 它全车可以说集合了法拉利 现在来自于F1赛车场上的技术 可以从车头来看 它有一颗非常夸张的跟488 Challenge 跟488 GTE一样的这种空力设计 一直延伸到车尾 包括它独特的尾翼 整个车身的空力比起一般的488 提升了20%的空气效益 那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车身的轻量化也是一个重点 整台车比488 GTE轻了90公斤 那除了大幅的空力优化 车身轻量化之外呢 另一个重点就是底盘的强化 那除了最基本的悬吊变得更硬 然后轮胎用了米其林的Pilot Sport Cup 2 这种半热熔胎之外呢 它的电控系统也整个经过整合 包括最新的第六代车滑角控制系统 可以让你在极限的时候 更容易掌控车位的动态 以市场性来讲 这台车的台湾售价大概是2000万左右 不过这两款无论是硬顶还是长逢 其实你都买不到了 因为台湾的配额也不过就是二三十步 而且早就卖完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幸运 可以在北宜公路好好试驾这台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引擎盖非常轻 那甚至可以选配这种强化的素质 呼应它整台车轻量化的这种效果 法拉利其实从来不参加马力竞赛 但是这台车呢 事实上它最大马力也调到了720匹 非常大 在整个内部结构上 也做了非常多赛车化的调校 就呼应它的车身结构一样 就是大幅在散热方面 做了非常大的改良 那白化一点这样 它可能就是变得更耐操 然后散热效益也变得更好 然后实际上速度也非常快 但是我想快从来不是法拉利要强调的重点 我觉得整体的跟底盘的匹配跟均衡性 才是这台车的重点 OK 我们现在直接上路 先设定在Sport 光设定在Sport 其实你就觉得它非常激进了 这真的是一台让人家热血沸腾的法拉利 也可以说是现在法拉利的量产跑车当中最热血的一台 OK 我现在直接进入Race 就比较竞技的模式 开始在弯道驱侧 哇 它刹车的减速感也非常好 然后换挡的反应也会变得更快 它真的贴地感非常好 就像开着一台大卡定车一样 方向盘非常轻 但是非常的敏锐 法拉利的车很妙 你一开始会觉得难以驾驭 但是呢 你开越久越上手 会慢慢地跟它融为一体 这种人车沟通感之紧密 其他车场大概怎么样都跟不上 法拉利在涡轮化之后呢 一开始人家会抱怨说 原本那种好听的声浪不见了 但是呢 在这一部488 Pista上面 在整个赛车化调教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自然进行引擎的 美妙声浪又回来了 法拉利真的很妙喔 它的每一款车 都能让你越开越high 肾上腺素越分泌越多 所以以前就有人讲 法拉利就像一个性感的 意大利情人 你很容易跟它勾动天雷地火 一路不断地交缠激情之后呢 下车之后总是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这形容虽然有点露骨喔 但是真的非常的贴切 它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下车之后 啦啦啦啦啦啦啦 呢見分别ros了